这个大叔在1975年的时候就已经行动不便 自从买了老头乐 大叔的出行半径裂变式的增加 只要老头乐续航能撑到的地方 他都能去 窄窄的车身 加上两边都能打开的车门 对于行动不便的大叔来说 简直不要太方便 硕作还能载上自己的妻子一块出门 这前所未有的出行体验 让大叔直接变成了老头乐的死忠粉 老完了正经的 咱们继续说点不正经的 村里的三胚子泛滥 人嘛都有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大概就是自觉不自觉的 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 做出判断 形成印象的心理变化过程 这个小伙本身就是比亚乔的死忠粉 自己的座驾是一台比亚乔的APE 这车可是村里三胚子的天花板 这台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三胚子 是VSPA的姊妹车型 村花阿房 只要坐进这个驾驶舱就寒热 自从村里的中国三胚子泛滥 村花已经开始对小伙不热情了 操不过了 买 分期免息24期 买 咬咬牙还是没能上带船的pro版本 但总归是个新能源车 还是个全景天康的 提车之后赶紧给村花发视频 阿房啊 你看 哥也提车了 你回来吧 我想你了都 作为村里的追风小青年 三胚子买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装 小伙准备先安排一个流氓钩 找一根谢广坤家装修剩下的镀金管 把挂销的地方摩擦的赠光瓦亮 磨砂黑自喷漆一安排 质感折一下就上来了 大罗斯大垫片 直接整的服服帖帖的 加上流氓钩一共六颗螺丝 直接跟车厢成为了一个整体 要说这三胚子装个正玩意儿有啥用啊 诶 每个小游艇还怎么做追风小青年啊 小冲风舟一拖 不就能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了吗 不就能和阿方都长大了 再剩一个娃娃了吗 但是至今为止 阿方并没有回心转意的样子 小冲风舟拖了一圈又拖回来了 没有阿方的景色 是黑白的 思念阿方的滋味 就像喝了一大杯冰水 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流成热泪 这座村多了个伤心的人